大家好,我是利奧與喬 這次應該第二次錄影片 大家都猜我究竟是男還是女 其實我告訴大家利奧是男,喬是女 不過我只是用了我老婆的名字 所以就叫利奧與喬 今天要講的是火特魯伊改玩之後 我們看看技能 主要是由本身自身加20%的攻擊條 變成吸別人的15% 每吸1個自然就會有15% 吸2個是30% 吸4個自然是60% 變身後攻擊力增加100% 但我們看看 基本攻擊力只有703 100%只加703攻擊力 這樣就不算很多 那我這次呢 其實火特魯伊所需要的能力其實是很多 例如體力啦 攻擊力啦 速度啦 爆擊力啦 爆傷啦 以及命中 因為如果你 為什麼要命中呢 因為你的 這個被動技能呢 是需要吸別人的攻擊 那就是要命中啦 如果你吸不到 就是加不到自己啦 所以他也是要命中的 而且他的技能又破放 又想毒 自然就是需要命中的 那我也是一樣的 直接看影片 錄得比較多的 由頭來過 那又是數值啦 自己暫停來看吧 我就不暫停了 那一樣是用水海道 風極地 水海王 和火特魯伊 水海王先扣條 然後火特魯伊就用三技攻擊 這個是沒有加到傷害的 所以你看到一下呢 只是大概扣火神秘是16000而已 那作為一個打手扣16000真的很少 然後再出三技 再出二技 加了100%攻擊力 之後出二技 我們稍後再留意一下 究竟打多少 其實剛才看過 12000至13000度一下 兩下大概26000 16000加26000 雖然是四萬多的攻擊力 但是問題是 你要等到第二回合 都是很金的 當然這次大件事了 有兩個破防失敗 兩個破防失敗 那怎麼辦呢 都要照出的啦 一打15000 太少了 打不到任何人 亦都給他一下 一下就 這個風樹琴就發動技能 那這次沒有記錯 好像是輸的 那殺不到風樹琴就大件事了 那對面沒有隻死 然後有少少疾機 那先殺風樹琴 好 然後希望 打死光派 因為他控場 我就沒得玩了 當然是破防大件事 暈了 好 好 然後讓他放無敵 然後希望扣他跳 又被暈了 好在 封 極地 可以把手解 然後 希望暈了 暈到 然後如果讓我出一次第二回合 他們就應該死了 第二回合的三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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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他不會給你機會出第二次 一下就已經殺了你兩隻 那就不用打了 可以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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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認輸了 沒辦法 再來一次 今次只要破防成功就行 真的破防成功 四個腫了 水海王二技 然後三技 希望可以挑釁成功 挑釁一個失敗 最主要的風樹琴挑釁不成功 通常風樹琴都是白抗的 不中 不出奇 然後二技撥兩下 嘩 死兩劫 剛才說過 變紅之後雖然加100%攻擊力 但是二技都只是打26000左右 嘩 秒了 一下破防 三萬一 多少血都死了 又不是體力型 又不是防禦型 雖然他是防禦型 但是符文不是加防禦力 都沒什麼用 所以也是一下死 這次贏了 按自動 火德魯伊 改完之後 叫做好用了 但是實質 我覺得 可以用的地方 都是很少 我出的火德魯伊 我倒不如 出其他 如果我有 例如火龍 然後火神秘 那些 如果傷害型的火神秘 我相信都比火德魯伊好些 但是火德魯伊 叫做勝在可以破防和降攻 但是第一下攻擊實在太少 這次是單打手 火德魯伊 單打手 好 全部暈倒 然後火神秘 無敵 基本上 又不挑 又不暈 不過他只出一技 給我出二技 你們就死了 好 兩下火神被不暈 不要緊 都贏了 這次是單打手 只有火德魯伊 接著他在拖時間 又只有他拖 真的拖很久 因為火在扣條 因為火環 殺了光派 然後這場 又是最討人爭的 火雅和風樹琴 試試火德魯伊 有沒有效 反正他全部都是火和風 我用火打他 超對 好處 一看 又有不爆擊 不過好像秒了一隻 所以風樹琴 莫德回合 接著他又不斷步驟 不要緊 不要再讓他動就行了 這樣就贏了 因為對面全部是火和風 所以對於火 德魯伊來說 完全是優勢 好處 最後 不知道好像是尾二一場 這場 沒有記錯 又是輸還是贏 忘記了 好像是輸 沒錯 破不了防 又被他拆了隊 輸也很正常 好處 加上對面暴走 迷人敢品 你看看 這樣 沒得打 不是一波流 一波流打這些暴走怪 一定輸 撥撥 撥不死 神獸 然後他又不斷暴走 好處 最後一波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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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德魯伊 這次改版 我覺得 一般都是用的地方不多 好過沒有 不是特別拔出 但又不是 好過沒有 變成中間的魔力 中間水平左右 可能 又要堆體力 又要堆攻擊力 是很難的 但不堆體力 又很麻煩 即是無法打 就是這樣 再見